好的 現在已經卡完了 然後我們就要來抓怪物啦 按下去掃描 這個就個人習慣是 從旁邊開始按 等級太低不爽抓 沒屁用 失敗 沒抓到半隻 等級太低不爽抓 成功耶 不爽抓 徒手捕捉 除非出現三星以上的 才會用怪獸球 百分之百捕捉 放棄放棄 某人表示夢魘很醜 不爽 我在錄實況 卡卡的 十九級 成功了 漂亮喔 十八級重要糧食 捕捉成功 然後這個冷卻時間 冷卻時間 如果你有整天都在注意它的話 就不要把它弄到超過六小時 超過六小時就沒辦法再繼續抓 它就要等到歸零才有辦法繼續 它就要等到歸零才有辦法繼續 我是因為要睡覺了 就 就把它弄完吧 阿分身而已 我也是通常會把它弄完 最後一隻耶 招招看 就算它等級不高 好啦 接下來還是退出 比較不會卡住 欸 藏寶圖又可以再掃蕩了 我直接掃蕩 然後呢 嗯 禁忌就不要去等 沒事 呃不想打 這個 每天的 完成度 活躍度 然後 處理一下 剛才抓到的寵物 來餵怪獸吧 噢不能餵 我目前 主要有四隻 四隻怪物 怪獸 其他就是工作用的 工作用的 嗯 我沒事不會去點它們 沒事不會餵它們 浪費食物 應該是說浪費時間 噢 等級有點低的我才會 才會去把它提升起來 才會去把它提升起來 23 3602 3896 高一點好了 餵飽飽 冷卻時間都是不要超過六小時 就可以連續 一直餵 啊我是隨便 嗯 分身 要睡覺了就把它餵滿 有點看那個 好沒事 就是 這個就是沒有工作了 我好像剛才抓到的 我就把它餵飽飽 沒有用的怪獸 把它餵飽飽 餵飽飽 因為是隨便玩的就把它餵飽飽就吞掉了 如果想要好一點就是 把它餵個幾次 一直餵一直餵 餵等級高一點再把它吞掉 會比較理想 不過我是分身而已 就隨便啦 分身 啊我本尊是因為食物不夠 後期餵一下好幾千 根本食物都不夠用 就不要餵這麼久 等級低的 沒什麼效果 融合 有沒有看到融合 光屬性吞光屬性 經驗比較豐富 然後這隻是光屬性 暗屬性 吞暗屬性 暗屬性吞掉吞掉 然後水屬性好像沒有呢 全部給我的王牌吃掉好了 拍誰 這個不要理他 看錯了哭哭喔 沒事 給我的王牌吞掉 培養系統以後有機會再來介紹 天賦就很貴的一種東西 寶石 寶石 好像很久沒有挖寶石 尋寶 這個時候自動尋寶就好了 手動超慢的 我要金色的金色的金色的寶石 我要金色的金色的寶石 給我一個面子 給我一個面子 人家實況不給金寶石 噢有了 有沒有看到 珠神金石 喔 有了 暫時用不上 我們寶石就挖到這裡 這是 系統消息 系統消息 好了 接下來 這個火系傷人 聲望要夠才有辦法換 然後現在是要睡覺了 把這些體力用一用 打一場給你們看 等等 好啦 為了不要浪費時間 就用掃蕩的 沒有鑽石 喔 有了有了有了 一個而已 有就好了啦 不要太計較 好最後一個 再介紹最後一個 歷練塔 我們 不要 不要太計較 打死圓門吧 最簡單的 挑戰挑戰 這是很重要的經驗來源喔 只不過 因為我 趕時間 隨便玩一玩 所以就 挑戰最簡單的 經驗獎勵那些 就比較少 每天只能選一個 只能選一種 門 進去挑戰 總共十成 裡面的怪物 算是特別強 不過因為我跳極了 所以比較簡單 猛獸還會格擋 神奇耶 跟著 心 無賠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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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幾層呢 第八層 第十層保證會痛 我一直忘記一件重要的事 剛才那些體力本來是要用來 我今天一直忘記本來是要用來收集升級天賦的材料啊 等一下來介紹一下 輕鬆過關 壓錶 好 好了今天的行程結束了 就來介紹一下 這個寵物的天賦 你看這隻都是紫色的 這隻都是紫色的 這個藍色的 我還沒把它升到紫色 點強化 然後 點那個材料就會自動跑到需要打的 那個材料 這個副本會掉 自動會過來 可是我沒有體力可以打了 這種的一場需要十點體力 呵呵 改天再來收集吧 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